大宋人宗朝的晚期 南方发生了农志高之乱 当时天下久安 宋朝军被松懈 地方守军望风而逃 朝廷消降接连战死 一时间贼士浩大 朝野震重 那就在此危及关头 有一个人走上了历史前台 只见他戴着一副铜面具 披散着头发 在江场上纵横驰骋 所向披靡 可以说呢 狄青从航武之间走到庙堂之上 但是当需要他的时候 他可以立刻脱下朝服 换回戎装 戴上他的铜面具 批发上阵 纵横驰骋于江场之上 那一刻你会知道 狄青还是那个狄青 他报国的赤胆忠心 从来都没有变过 暗国的赤胆忠心 感谢观看